还一个劲的在说一些负能量的话 说想丢下小孩子 怎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 今天真的很生气 心情也大受影响 就在刚刚 我第一次拉费了一部和西西一样 特殊儿童的妈妈 因为我们发视频也好几年了 也认识了好多好多这种特殊儿童的家长 有的小孩比西西好一点 有些小孩比西西严重一点 都有 一般只要是这种特殊儿童的家长家伙 我多少都会跟他们多聊聊天 心态不好的我会给他们多开导 因为都是特殊儿童的家长 很能理解这种感受 特别是那种刚刚确诊的家长 我也理解他们刚刚得知 小孩子是特殊儿童的心情 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自己小孩子 这辈子可能连生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那种担心的心情 我很能感动深受 所以我也尽可能的去鼓励一下他们 告诉一下他们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怎么有现在的心态 让他们也不需过多的焦虑 因为上天竟然选择了 让我们遇到这么一个特殊儿童 就是我们的缘分 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现有的努力 好好的去对待他们 情况我们现在的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只要做到我们自己问心不愧吧 可是那位妈妈的话 前后跟她聊了有一个月左右 她的小孩也不是那种刚刚确诊的 如果是刚刚确诊的 她有这种心态我能理解 但是那个小孩也有好几岁了 她每次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就一个镜子去说她小孩子 怎么会这样 然后说到现在还不能说话 不能走路 大小便都不能那个的话 等等之类的话 然后她就说她经常在考虑她以后 小孩怎么办 经常会被这种心情给烦的 又快要崩溃 然后发一大堆她家小孩的一些 这现状给我看 再发一些她自己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 跟老公吵架的视频 然后说她现在都不敢出门 别人知道她现在的现况 说老公也说她 说婆婆也说她 等等等等之类的 就是很多很多富人样的一些话 我能理解带一个特殊小孩子的心情 不好带 很难带 也很无赖 可是哪一个特殊小孩子的家庭 不是这样搞过来的呢 一味的去抱怨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一味的去想以后有多难多难 也没有用 你要考虑的是你抱怨的时候 你的情绪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作为父母的我们 首先我们得说服我们自己 小孩子也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心态首先要好 既然遇上了 躲不掉 那就内心强大那么一点点 坦然接受也 这样我们才能影响到身边人 影响到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你的婆婆 你身边的亲人 也不质疑他们去说你 你的心态不好 你的抱怨 你向你身边人的发泄 他们不嫌弃你宰怪 他们也是当事人 他们心里也有压力 他们没有对你宣泄 靠自己去消化 而你却一个劲地在他们面前宣泄 你希望他们怎么对你 你过多的宣泄只会影响到他们对你的心态 你只会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这个也可能就是他们不喜欢你的原因 你一直这样的心态 别说他们了 连我都怕接近你 我本想的同样是特殊家庭 我应该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感受到的是你 除了在抱怨 还是在抱怨 我给你的一些鼓励 一些建议 你是一点都没有听进去 还一个劲地在说一些负能量的话 说想丢下小孩子 怎么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真的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心态的人 所以我也听不下去了 所以把他拉黑了 我有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 就是抱怨是情绪的突兀 当你对着别人抱怨的时候 就是把别人当做垃圾桶 所以当你发现你身边的人 亲戚朋友 越来越不愿意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该反思 是不是自己抱怨的太多了 因为哪怕你再亲近的人 你天天把他们当做垃圾桶 来聆听你的宣泄 像你再亲的人 也不愿意天天当你的垃圾桶 估计那个宝妈 是把家里的垃圾桶塞满了 容不下了 所以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抱怨 所以不好意思 我也受不了这个 我怕我好不容易 积攒的好心态 也受到了你的影响 所以我只能这样做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别人 来怎么来度我们 我们首先要做到 我们能自度 我们就大家都说 我词不输了 我们都需要 我们都需要